近日,香港和國際社會的變化都很多 在九十年代,一、二手成交都十分長黃 一年有十二至十五萬宗 當時以二手樓為主,佔八、九成 一手樓的佔比很少 今天的環境十分不同 自從政府近年推出不少樓市辣椒後 成交量已大幅減少 現在平均只有五萬、六萬宗 我們估計,今年成交量為五萬八千至六萬宗成交左右 但一、二手樓的比例有不同 一手樓將佔三成到三成半以上 二手樓佔六成半到七成 近月的香港社會令整體成交量有所減少 部分持貨能力較操的業主會提供意價空間 相反,一手樓的市況不錯 以上車盤為主,集中在一千萬港元以下 購買力集中,打工仔為主 假如運動持續,影響香港經濟和市民收入 長遠而言,會影響香港的購買力 整體來說,今年香港的住宅樓價會向下調整5% 如果情況更差,更有機會下跌10% 但我們認為今年的樓價全年平穩 重要的事情 코로나19 為主